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常常发现 把人当作是尊贵的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一样是造的 那你才知道 你的世上是多么可惜 你的世上是何等离开上帝的旨意 你一定要回到上帝面前来 因为你原是尊贵的 神所寻找的 是因为人是有价值的 人之所以有价值 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 所谓的上帝的形象样式 就是基督的本体 基督的本体是创造者 所以基督到世界上来 告诉我们神的本身到地上来做人 是要告诉你 你应当回到神的面前 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感谢上帝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施给他们 教会信他的人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人是尊贵的 在比我们更尊贵的基督的里面 他把他的救恩吃给我们的时候 是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 当耶稣降生的那一天 没有人认识他 有太人也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上帝的儿子来到他所造的地方 没有人接待他 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 没有人接纳他 所以上帝说 我要拆遣外邦人 来找耶稣基督 东方的波士 看见天上的心 他们到着启示 知道有个新生的王已经降临了 他们就跟着心的脚踪 他们去找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 生命们 东方波士不是有太人 自己的民族不认识他 神信息他来 地上的人不认识耶稣 上帝叫天子报家音 去堆死在不利很城外 那些最穷的 半夜还有做工的 牧养人说 我报给你大好的信息 是官复万民的 圣经里面提到万民 有两个重要的地方 一个就是耶稣的生 另外一个就是耶稣的死 当耶稣生下的时候 天上天使说 这个信息 生下的这个主 是官复万民的 耶稣的诗 启示录第五章告诉我们 祂用自己的血 将各方各主各民 万方万主万国万民的人 把他们埋述回来 使他们归向上 Bryan和他泽用赴火 争人说 嘢宗修 uwa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